2025年2月10号 美国空军最神秘的项目 终于露出了庐山之面目 在一份美国海军工业日的简报中 美国最新的远程空空导弹 AIM-260终于有了可以确定的外形 虽然它的这个外形 在幻灯片中只占据了一个角落 虽然美国空军发言人对媒体称 代号为JATM的联合先进战术导弹计划 其技术细节仍处于高度保密状态 但即使只是一张照片 也足以让我们管中亏报 一睹这枚世界最先进空空导弹的阵容 当俄罗斯的米格31挂载射程400公里的R37M 出现在乌克兰的上空 五角大楼的红色警报骤然拉响 尽管俄罗斯空天军并未在俄乌战场上 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R37M和米格31的组合 意味着称霸天空30年的 AM120导弹体系 正在失去对超视距空战的绝对统治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这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超视距空空导弹 A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由修斯飞机公司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发 当时的AM120主要是用来取代 连颇老矣的AM54不死秒的 目前最新款的AM120是2015年实现初始作战能力 AM120D型 在几乎所有的性能指标上 AM120D都实现了极大的突破 例如它的最大速度提升到了司马赫以上 射程也增加了50% 来到了160到180公里 配备双向数据链功能 能够充分发挥北约的信息化优势 实现导弹发射与引导的分离 扩大的无陶翼包线 改进了导弹的离轴能力 天空最大 一旦被AM120D锁定 就如同飞虫落进了蜘蛛网 只有被击落的命运 而这是AM120的对手 俄罗斯的R37M 北约代号AA13斧头 由R33远程空对空导弹发展而来 最早设计于20世纪80年代初 苏联解体后 由于成本原因 R37M的计划在1998年左右 被暂时放弃 直到2006年 才作为米格31现代化改造的一部分 重新开始了研制 直到2018年 R37M才完成了作战验证测试 虽然命途多揣 但它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凭借额外的助推器和加大的导弹尺寸 R37M在同一平面上的射程 可以达到150公里 如果是高炮弹道的话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00公里 再加上6马赫的最大速度 以及重达60公斤的高爆弹头 R37M可以在极其遥远的距离上 出其不易 杀伤深藏在战线后方的预警机等重要单位 在冷兵器的对决中 有句俗话叫做 一寸长一寸强 一寸短一寸险 超视距空空导弹 作为空战中的长矛 射程越远 优势就越大 R37M刚一出现 就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高度警惕 但是重视归重视 美国空军毕竟没有和俄罗斯空天军正面交过手 真正对R37M印象深刻的 是屡次遭到打击的乌克兰空军 自从2022年10月以来 俄联邦空天军的R37M 一直是乌克兰飞行员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据媒体报道 有多架乌克兰飞机 都是被米格31上发射的R37M击坠的 而一些乌克兰飞行员则在采访中透露 由于米格31高度高速度快 俄罗斯飞行员可以使用自带雷达引导的R37M 采取射后步里的策略 在最大400公里的远距离上 实现对乌克兰战斗机的压制 与之相对的 则是乌克兰空军装备的R27ER半主动雷达弹 最大射程仅有100公里 而且在导弹飞行过程中 战斗机雷达必须一直保持引导 锁定俄军飞机 但实际上由于米格31距离较远 乌克兰空军装备的苏制飞机 在航电系统上也比较落后 不要说进不了俄罗斯飞机的身 就算是能够勉强锁定俄军飞机 也很难保持雷达持续照射 而随着F16和AIM-120进入乌克兰 乌克兰空战的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着 据乌克兰飞行员称 俄军发射的R37M导弹 其目的往往不是直接摧毁乌克兰的飞机 而是迫使飞行员放弃当前任务 而采取规避行动 在这场空中长矛的军备竞赛中 美国空军一项绝密计划 2017年 洛克兰德·马丁与雷神组队的全明星团队 开足马力研制AIM-260联合先进战术导弹 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用最先进的技术 构建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将世界上的所有空空导弹甩在身后 自从2017年联合先进战术导弹立项以来 广大媒体和军事爱好者对它的认识 一直就只有一个名字和无尽的推测 它的详细数据则是美军机密中的机密 多年以来 除了几张偶尔出现的艺术想象图以外 外界连AIM-260的外观也不得而知 2020财年 美国空军甚至专门拨款650万美元 在西尔空军基地为JATM专门建造了一个定制存储库 直到2025年2月初 美国海军发布了一份公开简报 其中囊括了美国海军旗下的各个项目 首次提到了联合先进战术导弹的开发 以及AIM-260的阵容 因此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 目前AIM-260一共有三张渲染图 一张出现在F-22现代化升级的 另一张是AIM-260立项之初泄露的 最后一张则是2025年初发布的PMA-259 虽然由于时间不同 导弹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但所有三款AIM-260A渲染图 均展示了相同的核心导弹设计 在大小方面 根据美军自己的说法 AIM-260的尺寸和现役的AIM-120完全一致 长度约为3.6米 直径7英寸 也就是178毫米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美国采取的技术路线 并不是简单的为了提高射程和速度 增大导弹的面积 而是在不增大导弹尺寸的前提下 深耕导弹内部的技术 提升导弹推力和动力持续时间 实现更远的射程和更快的速度 从它的外形设计上 我们也不难看出 AIM-260针对高速和低阻力进行了特别优化 导弹整体细长光滑 只有尾部有4个翼片 根据空气动力学员理 飞行器在超音速下 最大的阻力来源是激波产生的波阻 而导弹中部的控制面会显著增加阻力 消耗导弹能量 直接结果就是导弹最大速度的降低 和导弹最大射程的减少 不过优秀的空气动力设计 只是AIM-260实现长射程的一小部分 真正让它能够在与俄罗斯导弹的对决中 占据优势的是它全新的火箭发动机 我们将AIM-120和AIM-260放在一起对比 就会发现 除了导弹控制面布局不同以外 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那就是导弹的涂装不同 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要问了 涂装不同也能改变射程 客观来说的确不能 但美国空军导弹的涂装可不是随便涂的 为了方便识别和维护 北约的导弹都采取了相同的涂装标准 从外观上就能分辨出导弹的许多信息 例如黄色的圆环表明从这个位置开始 是导弹的高爆战斗部 棕色的圆环表示这里低度一爆 一般用来只是固体燃料火箭等推进装置 蓝色的圆环用来表示这是训练弹 而橙色表示测试 粉色表示信息采集等等 根据前面的信息 我们已经确定 AIM-260和AIM-120有着相同的尺寸 那么我们把它们两个摆在一起 一对比就可以通过圆环标记的位置 来确定许多美国军方不愿意透露的信息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AIM-120上黄色圆环的位置 要比AIM-260更靠后 这也就意味着 AIM-260的战斗部尺寸更小 当然这意味着 AIM-260的爆炸威力会有所下降 但这并不代表 它对空中目标的威胁有丝毫的减少 毕竟几只小鸟都能击落巨大的客机 导弹只要蹭到飞机的一个边 就能让战斗机失去战斗力 而问题的关键 其实在于AIM-260失去的这一段长度 被夹在了动力段上 AIM-260上的两条棕色圆环 分别标记了战斗部 在导弹内部的开始与结束位置 很显然 它的动力段要比AIM-120长上一大截 射程自然也会相应增加 据称 之前AIM-120D的火箭发动机的 要助长度占全弹总长的25% 而AIM-260的火箭发动机要助长度 直接来到了全弹长度的40% 相比AIM-120D延长了60% 这样一来 即使是发动机比充相同 燃料类型也相同 且没有其他的减重措施 AIM-260的理论射程 也可以延长60% 达到250公里以上 不过 这个射程虽远 却仍然无法对R37M实现压制 真正让AIM-260实现射程增幅的 是它使用的新型火箭燃料 一般来说 给导弹增成的方式还有这么几种 一个是使用吸气式的发动机 使用外部气流来增加火箭发动机的效率 欧洲的流星导弹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案 另一个是像R37M那样使用助推火箭 目前来看 AIM-260为了保持身材苗条 既没有使用吸气式的发动机 也没有使用助推火箭 而是深耕火箭燃料配方 改用双脉冲发动机 提高燃料的热值 优化燃烧效率 从而实现导弹射程的大幅度提升 这一点 我们从之前公布的AGM-88G 增程型哈姆反辐射导弹的身上 可以得到验证 与过去的AGM-88E相比 增程哈姆导弹虽然缩小了导弹体积 但飞行速度却更快了 最大射程更是达到了300公里 比起前代的150公里 整整翻了一倍 而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 第一 增程型哈姆的气动外形被大幅优化 两个与弹体融合的纵向条状一面 取代了前代弹体中部的四个双三角弹翼 四个尾翼的尺寸也被相应缩小 在保证增程型哈姆 获得足够生力的同时 减少了导弹飞行过程中的阻力 提高了飞行速度 第二 就是增程型哈姆使用了新型的固体火箭燃料 搭配新一代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 大幅提高了导弹的推力 从而提升了导弹的速度和射程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资料中指出 下一代火箭要注模块已经成熟 全新的推进系统可将导弹射程提高1.5倍 综合算下来 即使是不包括气动外形优化的内容 最保守估计 AIM-260的射程也要达到360公里以上 AIM-290身上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引导头 作为面向下一代的主力空空导弹 AIM-260毫无疑问的将采用有源相控阵导引头 并具有多摩导引能力 可以在末端使用红外导引 增强导弹的命中概率 降低被电子战干扰的可能性 另外作为AIM-120上就有的功能 双向数据链也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是更进一步形成多平台通信的网络 也不是不可能 导弹可以从一系列第三方来源 获取额外的目标信息 这对于超视距目标来说至关重要 多个联网的AIM-260甚至可以共享信息 实现战术层面的合作 巅峰对决 从研发路径上来看 AIM-260于2017年立下 与俄罗斯等国的远程空空导弹列装 基本上是同一时间段 因此我们就针对这几款导弹 进行一个横向对比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射程 根据我们前面的总结 AIM-260的射程至少在350公里以上 不论是射程还是速度 和俄罗斯的R-37M都属于同一水平 而且和其他几种导弹有着决定性的差距 但相较于R-37M由于AIM-260更加纤细小巧 不论是末端的杀伤概率 还是运动过载能力都要比R-37M强很多 而且正是得益于AIM-260的尺寸 美军的绝大多数飞机都可以在不牺牲 载弹量的情况下搭载大量的AIM-260 执行饱和攻击或是拦截任务 首先是超远距离的狙杀任务 F-35C可以飞往航母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空域 利用高度的隐身性神不知鬼不觉的攻击敌机编队 极大的延伸了航母防空的覆盖范围 其次就是饱和式攻击 美军近年来改进的F-15EX 极限条件下可以挂载12枚AIM-120 6架F-15EX就是72枚 即使是命中率只有一半 也能在一瞬间爆销掉对方两个飞行中队 而这都是俄罗斯的R-37M很难做到的 和欧洲的流星导弹相比 AIM-260在中进程的速度更快 这是发动机特点决定的 流星导弹上的吸气式发动机比较慢热 在50公里左右的中进距离上效果比较一般 但是在200公里左右的极限距离上 和AIM-260就只是速度上的差距了 至于和AIM-174B对比 很显然 AIM-260更轻 发射平台也更多 更适合作为一种多用途的超视距导弹来用 目标是一些灵活的中型或者轻型单位 而AIM-174B的规模更大 更适合用来反制大型轰炸机 以及一些弹道导弹的物体 通过上面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 在导弹越来越准越来越快的这个时代 空空导弹的射程越来越远是大势所需 正如乌克兰空军所面临的困境一样 只要在敌方防区外发射导弹 那么即使是发射平台本身不具备隐身能力 在生存能力和火力投射方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另外根据美国空军发布的幻灯篇来看 AIM-260似乎并不是美军独享的高端科技 而是可供出口的一般军火 不论如何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的空战将会被AIM-260等一票远程导弹彻底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